神的道路 高过人的路 神的一年 高过人的一年 祂的心里有蓝图 祂的世界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空中主日学的节目 我是蔡立真 我们现在进行的是教会历史的专题 今天要介绍的是宗派主义 宗派主义 什么叫做宗派呢 所谓宗派就是在吃药的问题上 有不同意见或者是不同解释的基督教团体 那么什么叫做吃药的问题呢 所谓的吃药问题就是在基药问题之外 就是在那三个核心信仰之外的神学的问题 比如在三位一体基督论 救恩论之外的神学问题上 有不同的争论 不同的解释的 那么这些吃药的问题跟一个人得救与否 没有直接关系的 这个叫做宗派 我们要避免异端 可是应该容纳宗派 因为宗派他们都可以在圣经上找到证据 那么宗派跟异端不一样 异端就是在基药真理上 在基药的信仰上妥协的 那么宗派是在吃药问题上坚持的 我们要避免异端 可是应该可以接纳宗派 基督教的三个基要真理 三位一体 基督论跟救恩论 我们讲到最核心的部分 都有奥秘的成分 就是表面的冲突 或者是我们以前一直讲到的吊诡 比如说上帝又是三又是一 耶稣基督他有完全的神性 又有完全的人性 那么救恩论是讲到上帝的拣选 上帝的预定 可是人也有责任 那么都有表面的张力 但是都有真理的成分 那么在吃药问题上也有这种吊诡的现象 那么宗派在处理吊诡的问题的时候 就会出现争论 但是不可以否认的 他们都各有圣经的根据 那么这个就在在的显示出 上帝真理的奥秘 以及圣经的多元性 宗派现象的由来是由于马丁路德开始的 他提出一个口号 叫做人人皆祭司 所谓人人皆祭司就是人人可以直接来到上帝面前认罪祷告 人人可以直接来到上帝面前领受圣经的启示 领受圣灵启示的亮光 这个口号其实是一个很棒的口号 但是因为人人可以直接领受上帝的启示 那么如果我所领受的亮光 跟别人所领受的启示解释不一样的时候 怎么办呢 就会发生冲突 会发生争执 所以基督教内部就越来越多的 那个奇异性的出现 越来越多的多元化 那么一般人都认为天主教内部比较统一 比较一致 多元性的现象在基督教比较明显 好的 那么在1520年代的后半期 马丁路德为了圣参论的问题 使得他的信议会跟其他的基督教宗派就分到扬镳 那么接着又为了洗礼的问题 尽兴会就脱颖而出 然后接着是预定论的问题 使得马丁路德的信议会跟加尔文的改革宗长老会 就与亚敏念就开始分裂了 那么亚敏念这一派呢 包括了卫理工会 包括了巡礼会 也包括了行道会 那么我们先再来复习一下 有关于圣参论的争论 我们以前讲过了 那我们现在就再来复习一次 那么马丁路德在圣参论上 他的争论主要的对头是 在苏黎世慕会的词运礼 那么两个人针锋相对你来我往 各不相让 词运礼他在圣参论上 所采用的是象征式的解经 或者是比较灵异的解经 symbolic 他说耶稣在设立最后晚餐的时候 说这是我的身体 This is my body 这个she is 就是代表的意思 象征的意思 这个饼象征着耶稣的身体 碑象征着耶稣的宝血 所以它是象征式的解释 但是马丁路德他所采取的是 字面解经 马丁路德说这是我的身体 这个是就是等于 所以饼就是等于耶稣的身体 碑就是耶稣的宝血 所以第一个两个人在解经上 有不同的立场 那么接着词运礼他比较强调信心 他说信心是享受圣参里面 神与我们同在的关键因素 其实马丁路德也没有否认信心 那因信称义的真理也是由马丁路德强调的 但是路德虽然认为信心很重要 信心却不是构成上帝施恩的条件 信心不是构成上帝与我们同在的首要条件 在圣参里面神与我们同在是出于上帝自己单方主动的应许 那个才是关键因素 好的那接着我们会看见马丁路德 他在圣参的理论上 他强调的是基督的人性 就是那个饼跟杯 是耶稣食指的身体跟宝血 耶稣受苦的人性保证了我们的救恩 但是词语里他却强调 在圣参里面与我们同在的那位耶稣 那耶稣基督的同在是指他的神性 因为在同一个时间世界各个角落各地的教会 都在纪念主都在守圣参的时候 基督就与我们同在 显然那个同在是指神性的同在 这个神性才能够拥有无所不在的特质 那么其实马丁路德跟词运里 他们都有道理 他们都有圣经的支持 他们也都是很棒的解禁家 很出色的神学家 谁都不让对方 好 这是圣参论的争论 使得信义会跟其他的宗派就分道扬镳 接着是因海喜的问题 因海喜最初是由重喜派提出来的 重喜派的人士 他们认为因海又不会听道 怎能信道呢 因此因海喜是没有意义的 应该等到这个因海长大以后 他自己清楚重生得救 我们才替他施禁 那么这样的洗礼才有意义 可是马丁路德跟加尔文 他们仍然支持传统的因海喜 天主教也是一样 他们认为因海喜是旧约戈离的延续 西伯来的因海 他们出生第八天就给他行戈离 戈离是上帝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记号 是上帝主动与人立约 上帝主动的赐下应许 而人的信心是随后来回应 那么因海喜并不保证人的得救 就像旧约时代受过割离的以色列人 不一定都得救 因此执行因海喜的教会 都会再用兼信礼 或者是兼证礼来补充来跟进 那么最初是重喜派在教会里面 制造了一些纷争 然后就被主流派正统派的教会压制 被他们逼迫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要来看 在教会历史里面 宗派现象的第三个争论 那就是预定论 预定论曾经在教会历史里面 引起了轩然大波 那么这个议题的激烈性 不亚于我刚才所提到的圣参论 或者是因海喜 几乎所有的教会都被卷入了这个争论中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预定论 其实整本圣经都有很清楚的指示 有很清楚的经文证据 从创世纪一直到最后 充满了预定论的经文 那么我先读三处的经文给各位听 第一处是在新约的以弗所圣经 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到第四节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这里讲到在创世以前 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预定论 预定论在创世以前已经开始了 好接着是但以礼书十二章第一节 那时保佑你本国之名的天使长米加勒 必赚起来 并且有大艰难 从有国以来直到这时没有这样的 你本国的民中 凡名录在册上的 必得拯救 就是说天上有一本生命册 生死簿 你的名字录在上面的 就必得救 好接着是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八节 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 赞美神的道 凡预定得永生的都信了 这是预定在先 人的信心随后 然后就得救 不是因为信心在前 然后才被拯救 预定在先 人的得救在后 上帝的拣选在先 人的信心随后跟着回应 那么圣经从第一卷创世纪 就开始看到预定论的经文 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你要离开本地 本族富家 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你 叫你的名为大 我也要叫别人得福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为你祝福的 我必赐福他 那咒诅你的 我必咒诅他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我们可以看见 是上帝主动的拣选 上帝的拣选 他拣选了亚伯拉罕 就开始了人类的救恩历史 拣选就是意味着 有人不被拣选 拣选这个字眼 是很伤感情的字眼 所谓拣选就是说 不是人人通通有讲 那么上帝拣选了雅各 他没有拣选以扫 双胞呆一出生 他们出生以前 命运已经决定了 上帝爱雅各 恨以扫 这个恨就是说爱少一点点 上帝比较爱雅各 比较不喜悦少 以扫 那并不是说雅各 比较好 他的个性比较好 或者是他比较珍惜上帝的福气 其实我们从创世纪的故事来看 雅各这个人很诡诈 这个很狡猾 那么其实他蒙拣选 不是因为他比以扫好 而是上帝无条件的拣选 上次出于上帝奥秘的爱 真言十六章第四节 耶和华所造的各式其用 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 我这一节其实蛮强烈的 也就是说上帝 每一个人都有上帝特别的旨意 连恶人 不好的人 坏人 也是上帝特别的创造 那这样的经文 我们验得下去吗 所谓的拣选 就是代表说 有人没有被拣选 也就是说 有人是预定要沉沦 那这是很多人 不能够接受预定论的 主要的原因 预定论会引起一般人 最大的恐慌跟困扰 就是第一个 上帝公平吗 为什么上帝拣选某一些人 没有拣选某一些人呢 为什么有一些人预定得救 有些人却预定要沉沦呢 那么一般人第二个困扰 第二个挣扎是 那么人的责任扮演什么角色呢 然而上帝的拣选 是他出于他绝对的主权 公不公平是不能够用在上帝的身上 我们只能够相信上帝不会做错事情 上帝是公义的标准 就像真言二十一章第一节说 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 好像笼钩的水随意流转 而且上帝的预定也没有抹杀人的责任 我们可以这么说 上帝的预定 上帝的拣选 上帝的主权是百分之百 而人的责任也是百分之百 那么两者加起来也是百分之百 这个不是在耍嘴皮 而是讲到 基要真理那个最核心的奥秘的部分 上帝的预定从来没有抹杀人的责任 上帝是最大的赢家 你信主 你个人没有任何的功劳 但是如果你不信主而沉沦 你自己要负责任 那么两者之间的矛盾 就是上帝的拣选跟人的责任之间的矛盾 有人会说上帝没有拣选我 他就不会把信心给我 那么我就不会相信 那么这之间的张力是一个 寄生蛋或是蛋生机的一个矛盾 一个表面的矛盾 一个奥秘 加尔文说预定论是强调上帝的爱 而不是指人的条件 至于有人预定沉沦 那个是上帝奥秘的旨意 圣经没有详细讲 所以我们不必多谈 很多人排斥预定论 因为认为预定论会使我们失去传福音的动力 在以赛亚书第六章 先知以赛亚蒙召的时候 他听见上帝说 有谁肯为我们去呢 我们可以差遣谁呢 那么先知他热情洋溢 他热血沸腾的说 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然后接着上帝才对他说 好吧 你去传福音 你去向这些以色列人传福音 但是我告诉你 这些以色列人 他们的心都很刚硬 他们的心都已经蒙了之油 他们耳朵发沉 他们的眼睛昏迷 你无论如何跟他们传福音 他们还是不会相信的 我就在猜 以赛亚这个时候 他会不会很懊恼呢 很后悔呢 我刚才不应该这么的冲动啊 不应该说 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既然我 无论怎么样跟人家传福音 人家都不会相信的话 那我何必去呢 可是以赛亚书到了末了的时候 让我们看见 以赛亚他整天伸手 招呼那些悖逆的百姓 以赛亚他没有退缩 他没有后悔 他仍然勇敢的承接了上帝的呼召 在圣经里面讲 预定论讲得越强烈的人 他们传福音也是传得最热情的 旧约是以赛亚 新约是保罗 我们看见保罗在罗马书9到12章 9到11章 他讲预定论讲得很绝对 讲得很强烈 所以可见 讲上帝的预定论 应该不会影响人传福音的热心 然而在历史中 人因为自己的软弱 因为自己不想去传福音 就推卸给上帝说 如果上帝没有预定 上帝没有拣卷 那么我无论如何热心的传福音 那个人也不会信主的 所以曾经有200年 讲预定论讲得很强烈的宗派 他们没有拆遣一位宣教士 那这是因为人的软弱 我再讲一次 上帝的预定 从来没有抹杀人的责任 以赛亚书26章12节 耶和华 你必派定我们得平安 因为我们所做的事 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 不是人能够做什么 不是人有什么功劳 我们所做的 我们所传福音的对象 都是上帝 上帝所成就的 都是上帝来完成救恩的工作 预定人的命运是上帝的事情 而传福音是人的责任 我们怎么知道 这个人是上帝预定拣选 或是上帝预定沉沦的呢 既然没有办法知道 而传福音的使命跟责任 我们早都已经托付给教会了 所以成功失败 也是在上帝的手中 我们放心放胆的去传福音 至于结果我们交给上帝 好 接着以赛亚书41章第4节 讲的也很强烈 谁行作成就这事 从起初宣昭历代呢 就是我耶和华 我是首先的 也与末后的同在 这一节说明了历史历代的事情 都是上帝一手导演 在救恩的历史中 人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 好 以赛亚书63章17节 耶和华 你为何使我们走叉 离开你的道 使我们心里刚硬 不敬畏你呢 求你为你仆人 你产业支派的缘故 回转过来 那么这一节就讲到说 连我们走岔了路 连我们背叛了上帝 也都是上帝使我们如此的 这个说明了上帝绝对的主权 人的刚硬也都是上帝预定的 但是先知没有因此推卸代求的责任 约翰福音15章第5节说 因为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的确说明了 我们真的是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 因为离了神 我们就不能做什么 马丁路德说的好 他说罗马书的任何主题 尤其是第9章到11章 任何的主题都可以立刻封杀 自由意志在救恩上的角色 马丁路德在世的时候的一位最好的朋友 莫兰顿 莫兰顿是马丁路德在魏登堡的新约教授 他帮助马丁路德把拉丁文圣经翻成了德文的圣经 他是路德生平的知己 可是他读圣经的时候就发现 好像圣经讲到人的回应的时候也蛮有弹性的 圣经也强调人的责任 到了17世纪的雅米念 他所持的看法跟莫兰顿很像 他们认为圣经也有奥秘 不但强调上帝的预定 也强调人的责任 那么这个看法也影响到18世纪英国大复兴的约翰威斯里 他们都承认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 没有圣灵在人的心中动工 没有人可以认耶稣为主 没有人可以得救 但是上帝的预定好像不是那么死板 上帝仍然给人回应的空间 好 使徒行传第7章51节 你们这映着景象 心与耳未受割离的人 常识抗拒圣灵 可见圣灵的感动 人是可以抗拒的 人的自由意志仍然有功效 天撒罗尼加前书5章19节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若非圣灵的感动 没有人能够认耶稣为主 但是也有人会消灭圣灵的感动 所以有人可以抗拒上帝的预定 不过在这一点上 我们必须要小心 并不是说人可以用自由意志 来决定自己的命运 人的自由只是表现在负面的抗拒 负面的消灭圣灵的感动上 至于正面的接受救恩 相信耶稣 这个完全是出于上帝的恩典 所以我刚才说了 上帝是最大的赢家 上帝通吃 我们得救自己一点功劳都没有 但是我们不得救 自己要负消灭圣灵感动的责任 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 一个妖艳的比喻 有一个国王 他要为他的儿子娶亲 娶媳妇 他就办了一个大的宴席 欢欢喜喜的邀请 很多人来赴宴席 可是有的人就借口说 我刚刚买了一块钱 太忙了 没有时间赴宴席 也有人借口说 我刚刚买了五对牛 我要去试试看这个牛好不好用 他说我也没有时间赴宴席 另外有一个人说 我也刚刚取了心 忙得很 我没有时间赴宴席 这个国王很生气 就说受邀的人 他们没有资格赴宴席 所以跟仆人说 你到街市上去请那些不配的人 那些瘸腿的瞎眼的人 来赴宴席 耶稣的这个比喻 有两个很重要的真理 第一个真理就是 如果人要赴宴席 如果人要进天国 一定是上帝的邀请在先 那么这个比喻的第二个真理 就是人 却可以借口 可以找很多的借口 把自己停留在福音 天国之外 而上帝也不会强迫他入席 人绝对不能够救自己 不可以用自己的意 自有一知来救自己 可是却可以使自己不得救 好 另外 莫兰顿跟雅米念 他们也反对一次得救 永远得救的观点 西伯来书第六章 第四到第八节说 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 已经尝过天安滋味 又与圣灵有份的人 他们已经尝过了上帝的善道滋味 已经觉悟了来世的全能的人 如果再离弃真道 就不能够叫他们重新懊悔 因为他们把上帝的儿子 重钉十字架 那么结局就是焚烧 看到有些人 他们已经重生了 已经有圣灵的印记了 可是仍然有可能失去救恩 好 西伯来书第十章 就有很大的吊诡 十章十二节 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记 就在上帝的右边坐下了 但是到了二十六节却说 我们得知真道以后 若故意犯罪 赎罪记就再没有了 一方面耶稣的救赎 是永远可靠 永远的赎罪记 可是另一方面 我们又看到 这个赎罪记可能会失落 所以我们要小心 我们要警醒 不要把恩典拿来滥用 不要故意的犯罪 免得失去救恩 好的 那么 其实初代的教会 已经在面对这种 宗派林立的现象 初代有一位教会领袖 二立根 他在面对这个问题 面对教外人士 质疑的时候 他曾经说过 任何一门学问 如果他对人类很重要 很有贡献 那么一定会产生派别 比如医学 或者是哲学 那也包括今天的物理学 或者是数学等等 一定都有不同的派别 那么二立根认为 宗派现象是健康 正常的现象 那我个人也同意 宗派的不同 正反映了圣经真理 丰富而多元的特质 我举一个中国的例子 王明道先生年轻的时候 他在长老会的学校教书 那么他看到学校 为受洗的同学 用的是点水理 那王明道读圣经 他认为敬礼 比较合乎圣经 所以他就写文章 来批判 来评级点水理 那么学校要他收回立场 免得让学生困惑 王明道说 真理是不可以妥协的 他就不肯收回立场 后来他被学校开除了 王明道晚年的时候 他在写五十年来的这本书里面 他为年轻的时候那么冲动 他感到很懊恼 他说我竟然为了洗礼 这个仪式的问题 那么吃药的问题 而牺牲了教会合一 那么重要的问题 实在是很不值得 好的 宗派是反映出圣经 丰富而多元的特质 我们在祭药的信仰上 要坚持那个一致性 可是在吃药的问题上 我们可以接受圣经多元的现象 我们今天介绍宗派到这里结束 谢谢收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